周显之前說了一些有關賭的經歷 還在臨尾的時候說大賭可以什麼 大賭是創業興家,小賭可以養妻活兒 我覺得你這種說法有點文化 不過我們今天又說說你投資股票的經歷 很多人都有一個傳說 其實你什麼都不用做,只坐在那裡買股票 養妻活兒之餘,還可以創業興家 其實有股票有兩種,我們買這種股票手法 就是一個很短線和鬥例的股票手法 什麼叫鬥例? 就是很差的,如果你拿著可能是一千幾百萬塊的股票 你可能一年贏夠使用或者所有東西就很容易 其實我的牌點很高 但問題就是這些股票你要投資 你要拿回來長期投資 即是那些東西如果你在一些大跌市 即是拿著一些股票,你都想著坐的 慢慢投資,那些就很難搞 始終每一種股票,炒股方法有它的缺陷 我們炒股方法就很短時,很投機性 那些你買得大的 我們周時都因為很多股票都買得大 但你坐在那裡,你就會輸了錢 如果你是做一些很大的投資 即是說你拿著一百萬投資 即是如果你現在再給一百萬塊 再去投資一個 我想我是天下無敵的 但你給一千萬塊,一億塊,十億塊 我搞不定 一千萬塊,你給十億塊,一定搞不定 即是問題是size很大 即是Wall & Buffett的人經常不明白 他炒股票其實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manage這麼大的size 他都能夠manage到 即是portfolio size 其實就是決定的股票 即是我們會拿著 如果我們開始拿著 有五、七千萬的portfolio 就不知為何在這裏買贏,那裏輸 這裏贏,那裏輸,那裏輸 不知為何 其實我也有一個迷思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真的 譬如以前我們讀經濟的時候 當然教我們理財,各樣的知識都好 很多時候都叫我們不要短炒 第一 第二,就要量力而為 但是我發覺 尤其是近這幾年 如果你真的長渣的話 尤其是一些過去大家都覺得非常穩陣的股票 就真的很容易 第一 不是,第一 教你長渣的人是錯的 嗯 第二 我接著再說長渣的人是錯的 第二 是 你要量力而為 你無論怎樣量力而為和不量力而為的話 你勝出的比率都要超過百分之五十 你才是量力而為 為什麼你要量力而為呢 因為你可能你勝出百分之六十 然後呢 但是你每次都輸 你沒有機會翻本 你連輸十局都輸了 你沒有機會回到你了 就是說所有的量力而為 如果你是 假設你是去賭場賭錢 賭場一定會贏你的 你最好的方法 而最機會贏的方法 就是把所有本錢買了一局 然後買了 然後就走 是的 邏輯這一個 不是量力而為 你首先要有戰勝市場的能力 你才可以量力而為 你沒有戰勝市場能力 你量力而為 你都是輸的 而第二個就是一個長渣問題 長渣問題不是一個這樣的問題 長渣問題是 那樣東西會變的 沒有人叫你去長渣股票 然後買了之後就叫你 即是說你希望每一個人 都希望有一個 勒斯方法 然後那天就要照著方法做 以後我就可以賺錢了 但是每一個方法 都會限制的 所有的投資 那即是 其實那些什麼 價值投資法 這一類型的 就是我們以前很信奉的 經濟的一些說法 其實現在不是很重要的 不是 第一 是從來這件事都是有些暗狗的 OK 即是說 你們全部是 沒有人讀 Wall Buffett的價值投資法 Wall Buffett從來不是在說這件事 那些人全部都讀錯了 那你價值 哪裏錯 哪裏錯 我們以前就覺得 一年 譬如那間公司有實業 他那個管理良好 那個派息穩定 那他的前景就好 市場有個領導地位 這些我會讀完 但是我都發覺 其實原來現在不是的 負債的公司 那個PE又高 那個又沒有什麼色派 但是大家只要想他的前景好 就行了 OK 先生 價值投資法從來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 Wall Buffett 他告訴你價值投資法 就是露點 他經過五個Stage Wall Buffett 他那個 他最初的時候 他第二個Stage 跟Benjamin Graham 他第一個消息 就是聽消息再靜於研究 因為他只是聽自己偷偷理 因為他自己是太子製力 家裡有錢 家裡有參議員 他懂得股票 然後就偷聽消息 偷聽他老實 他老師Benjamin Graham 賣了什麼東西 然後就走去那個 走去問那個 走去那間公司問他CEO 為什麼他問他CEO 這個Stage是聽消息的 第二個Stage 他就跟Benjamin Graham一樣 他是收購合併的公司 習主持分離 然後那間公司本身 是有這麼多資產 譬如你有十塊樓 然後那十塊樓 但是那十塊樓 那十塊樓價值十億 但是你的股價總值三億 我買了你現在插骨 賣了就賺錢了 那時候因為是 那個Depression過了沒有多久 所以Benjamin Graham 的時候很容易賺錢 但Benjamin Graham 過了幾年 到了1960年的時候 他發現這件事嚇不通了 那時候他想拆骨 他的家是Bershire Hathaway Bershire Hathaway 之後回來的時候 他覺得這家就是 完全滿足你那些東西 我也是看書的 所以他就老點你 你看那些書 那些書 你什麼時候叫我寫書 那些人懂得股票 那些人都是寫資 那些人都寫資 那些人懂得股票 那些人懂得股票 然後就這樣 他就回來那些東西很好 他應該插骨 但他就因為覺得那些東西太好 management 那些東西太好了 那些東西 他不捨得走 結果那些東西是藉營工業 就是紡織在六十年代 就在美國是藉營工業 那時候他就發現那些公司蝕本 他就唯有做投資 那些公司的其他 那些公司不是紡織公司 就做投資 所以他就做這個 所以他就做這個 所以頭兩三個行程 不是做這些 但是他就告訴你 然後他買了那些東西 你要基本上 你要是符合了一些基本條件 而那些基本條件 他沒有告訴你 還有那個基本條件是什麼 譬如第一 因為美國的經濟 所以美國人是從來不會 美國人是從來不會炒股票的 其實所有 因為索羅斯是認識的 因為你要是遇到一個經濟在路上 Pace can fly 豬都會飛 因為豬在風口都會飛 因為美國的經濟 不如大陸 你背上亂營也會贏 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你亂營也會贏 因為你這個經濟在路上 那你很難營不贏 你如果是龍頭那些 但如果你好像香港 你的static economy 你就不同了 那你就說 你的問題就是你的大圍 你的大圍在路上 那麼多年來 大圍在路上 大圍在路上 你現在打的路上的經濟 你當然是怎樣打都行 現在你落的時候就不同 Static的時候就不同 冷靜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有一種邏輯 不知道是否正確 就是 基金經理 很少會今天買明天放 通常的portfolio 當然會拿一段時間 那如果從你這個角度去想 其實他們是否賺少了很多 甚至乎 基本上和現在的投資潮流 是不吻合的呢 即是怎樣 甚麼基金經理 很多種不同基金 即是我們當一般 我們現在能夠買到的 一些零食基金 傳統基金 好嗎 傳統基金是越來越少的 事實上現在買傳統基金 所以現在的傳統 傳統的股票越來越少 即是傳統基金 大家都買對總基金 有錢的全部都是自己 唯一一個分的 不是一個私募基金 就是最終基金 所以傳統基金 本身是越來越少 所以這些就不是我們買到的 那些 私募基金那些很多都 所以如果我們 我們的基金的話 主要它賺的錢 都是在你身上來 即是都是賺你 你不如買賢富基金 比較好些 即是說如果這樣看的話 其實是否我們自己拿著錢 其實就真的好像 跟你支出了飲餐茶的時間 就先找一隻職員 那這個反而就 輸得這麼快 輸得這麼快 因為你其實 OK 其實每一個人 其實應該這麼說 是每一個人都想找一條 方向投資 那條方向投資 你只要找了那條方向 然後你就照著那條方向投資 然後你就一輩子無憂 其實這條方向投資 是不行的 如果你想著 即是投資的迷思 最大的錯 就是你想找這條方向投資 以後就不用用腦 大家都是這樣做 我現在想打工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譬如每天早上 不用 你可以每天這樣做 但你要做一份全職工作 你就可以 當然是 但你還要有什麼 即是說 有些人的全職工作 會輸掉 有些人的全職工作 在開市場 都會輸掉 或者大部分人的全職工作 都會輸掉 那不可能 你是一個Talented的人 或者你是一個有你 Instinct的人 然後你大概 可能十個有一個 你就可以這樣生活 那香港有哪一個 即是你覺得 你自己都很佩服 有這種Talence的人 很多的 譬如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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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他們未必會炒錢 總而只能買股票 能夠贏得到錢 這也是很多的 雖然那些人 多數都是不會做基金經理的 如果讓你自己能夠買股票贏了錢 你會不會做基金經理 但是你能夠在股票市場贏了錢 你只有一種人 就是你是非常勤力的人 譬如梅惟森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梅惟森就是一個我覺得做股票很厲害的人 但是他是一個每天研究十幾個小時股票的人 他每天吃飯 下午就跟股票行家或者經紀 或者做國際財政人士收拾消息 然後你見到他吃飯的時候 他拿了一部基金去看股票 OK 當你是把它當成全職工作 而你有一定的實力 你有一定的知識 你沒有學過的東西 之後你就有機會做得很大 好 今天周顯教了大家 是怎樣有機會在股票市場賺錢 但是不用怕 因為他今天講得比較上 就是可以說是一個框框來的 日後我們還會繼續多講一些 這些財經的熱話和話題 好 今天跟大家聊到這裡 好 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